哈喽 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小众品牌的鞋子跟包包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品牌的背景知识 那么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那么第一件呢 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BuyBud的这款 Mini Richel Shutter Bag 那它是一个夜下包 夜下单肩包 非常迷你 它本身呢 是没有佩戴这种鞋胯的背带 如果有的话就更好了 那么它这个迷你的小包呢 就比较适合日常啊 就出门就手拎着 或者就是放在夜下 但我觉得这款包呢 放在夜下会有一点点太小了 有点偏小 但是就是有时候 女生不是背手拿着 怕不方便吗 接电话什么的 那就可以这样子放在夜下背 这款包我是非常喜欢 我从一月份 然后背到现在 手感也非常舒服 那它是几皮做的 然后外面加了这条链子呢 可以让这个原本爆纹 比较暗一点点的颜色呢 看起来会更加出彩一些 可以让整个包看起来的更有细节 而且更精致一些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容量 它是一个迷你包嘛 但是它是可以放下我的手机 iPhone X 嗯 这样子看的话 还是有一些位置 然后再放一些口红 钥匙都是没有问题的 放进去之后呢 包包还有一些容量这样子 这个包的价格呢 我买的时候是大概在 330美金左右 掰发是一家以鞋类包类出名的 保加利亚的手工品牌 它受到8090年代和00年代初期的启发 结合了复古工艺和手工工艺来设计款式 而且它们每一件的作品都是 在它们家族工厂中手工制作出来的 那么材质方面呢 它们都是使用优质的 可持续的意大利皮革和极皮自称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就是一个产品 它如果在材质上面很注重可持续的话 那也对环境来说会比较友好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做得很不错 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个意识了 就是去买一些人造的皮毛 来代替动物皮毛 那么这一方面呢 对动物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也可以对环境更加的友好 这样的意识呢 对消费者和商家来说都非常重要 那么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成本也会降低 那么第二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imon Rocha的这个创珠手腕包 是在打折的时候买的 折后是大概532美金 大家可能都知道它们家做珍珠水状的这种手饰啊 特别是耳环耳刷啊都非常好看 所以我看到这个包的时候就很想试试看 最近也特别迷向有珍珠装饰的单品 那么这款包呢打开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它的侧面可以看到就是比较薄 所以其实这样子看空间还挺大的 可是真正要放下手机的时候 还差那么点意思 那把我的iPhone X放下去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子看好像就是放的是没有问题 那其实塞进去的时候呢 因为它这边是做往里收的这个设计 所以放下去手机前面会比较窄一些 所以锁上去的时候你要稍微用力一下 所以是比较艰难的放下手机 然后这边其实会有一点变形的 但这iPhone X已经是非常勉强的 所以大家如果用更大的手机 那就不太方便 把手机壳给很坏 那么我要正经说一句 如果不能愉快地放下我的手机 那么这个包就只能是装饰品了 那么对于我自己的使用来说呢 我的包包是基本上要能装下手机的 不然呢 就失去了它真正的使用意义 但是呢 有一些小包包真的太好看了 像Jacomus的包包小包包 我就真的没办法 就很难拒绝太好看了 就背在身上洗衣都会很开心 能放下口红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办不了 我都会觉得非常喜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Simon Rocha 那她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女性石砖设计师 她是在都国内国家艺术设计学院 和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毕业的 从她的作品当中看到年轻啊古怪啊 又浪漫的一种叛逆美学 我自己个人呢也是非常喜欢她的作品 然后还有她比较超前的一种思维 那么她火树出名的原因呢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她使用了太空时代的材料来做她的衣服 刚才相机被我入眉店了 所以现在接下来讲就是前面我已经提到了 她的珍珠首饰的作品是非常出名 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她做的珍珠首饰的作品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她的作品里面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珍珠 所以珍珠元素呢也不只是可以在正式的时候佩戴 然后呢想要有一点个性啊叛逆啊 照样可以使用珍珠元素来搭配 好的接下来第三件跟大家分享的是 Dion Lee的这个扭结式地板凉鞋 那这个奶茶色呢我是觉得非常好看 也非常百搭 是一种属于比较中性的neutral color 设计呢比较简约 然后又不是细节感 在夏天的时候搭配呢简直就是白搭型选手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对我来说有点可惜 就是她前面的这里鞋头板带的设计呢比较窄 就是空间很窄 穿进去的时候我的脚背会觉得有压迫感 所以呢可能比较适合那种脚型比较薄纤细的女生 我自己穿进去的感觉就是很漂亮 可是很脊脚很不舒服 真的很可惜 如果穿的不舒服的话 我基本就是出门的时候就不会选择穿它了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设计师和造鞋的产商 能够注意到就是女生有些的脚背 然后有些人脚背后 可以根据自己的脚背的厚度来调节前面这块的位置的话 我相信这个是个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穿鞋舒服舒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考虑鞋子值不值得入手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品牌是2009年在澳大利亚西米推出的 那设计师呢是受到建筑和室内设计所启发的 Dion Lee一种功能强大而简单的概念呢 并且使用现代的剪裁和豪华的面料来设计服装的 所以它在服装界以及追求品质的女性当中非常受欢迎 最后一个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双毛拖鞋 这双毛拖鞋是UGG的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尝试一下紫色的单品 那么这双鞋是大概在100美金左右 这双鞋呢它是百分百羊毛做的 然后就是经过这种蓝色处理 那么这双毛拖鞋呢基本上就继承了他们家的床头 就是可爱又好穿 春秋穿会比较合适一点 那么夏天穿就会有点乐 穿上鞋之后呢 鞋头这边呢会盖住我的脚骨夹盖 这一点我不太满意 也许是个人原因 但是我的脚丫子不太想背这个锅 UGG是一个来自1978年美国加州的自鞋公司 他们是以传统的澳大利亚靴子来设计的 那么他们最出名的就是羊皮靴 所以大家可以看他们有一个靴子 然后扩展到服装 还有家庭用品等其他商品 这个公司的羊毛是怎么样的一个制作过程 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伤害到小动物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就是使用动物的皮毛过程当中 他们是怎么样进行的 就是这个加工或者生产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就是能去了解到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也希望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样子的意思 关于UGG是怎么样进行这个羊毛的处理和采取的 我是没有去做一个调查 但是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会选一期专门来讲一下 比如说是UGG公司是怎么处理羊毛的 并且可以为此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好啦那么今天的鞋包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或者觉得哪里讲的不够详细 想要了解更多的 多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哦对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我们下期视频